大家好 欢迎来到凡人趣日频道 这次带你去一个地方 从蒙特利尔的老港开车一个半小时 来到了一处三角下 要去的地方就是山顶上白色的房子 不着急上去 先在山下转一转 从外观看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教堂 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教堂 现在我要进去了 这是教堂的设计者 他的建筑风格 看他的装饰 跟其他的教堂是不同的 非常有特色 今天是星期三 上午 人们刚做完礼拜出去了 只有牧师还有两个人留在这里 三角下还有一处巧克力工厂 现在去看看吧 这是酒店旁边的巧克力工厂 现在我要去看一下 不巧的是巧克力工厂正好休息 没能进去参观 下次吧 一处没有看见就转到另一处 这是进入滑雪场的长廊 正好看见一批人滑下山去 第一次来这里想学滑雪 滑雪呢 你不用买任何滑雪器具 这里面全都包括了 所以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租 如果是住在酒店里的客人呢 滑雪还是半价的 这是滑雪回来的人 我现在在室外了 我要挑选一副滑雪板 适合我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吧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还要问一下别人 本书 这每一副的滑雪板都不一样 所以要选 根据你自己的身高啊体重啊 还有你想学哪一种来选 现在我要选 请他们帮忙选一下 我自己也不懂 但是我挺想学 在加拿大不学滑雪 是很遗憾的事情 室外也有长椅和厚厚的毛毯 如果不想进屋 就坐在这里休息 现在是零下午度 不太冷 我也没戴手套 我坐在这儿等我的教练来 我要想学滑雪了 这里的滑雪 适合任何年龄层次 不管是年纪大的 年纪小的 都可以 小孩来也非常的好 请看一下这个标识 这是滑雪道的长度 最短的是2.8公里 最长的 这个最长的是9.2公里 这边 我的身后是进入滑雪道 一个滑雪道 这另外一边是返回的 然后在那一边 是最近的滑雪道 是2.8公里的 所以我现在只能滑2.8公里的 因为太长了 我还不会 好 今天这滑雪场 我现在要去滑雪了 不给你们介绍了 拜拜 回头见 滑雪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 已经完全装好了 已经可以用了 这里有宽阔的大平台 可以接待600位宾客 朋友们如果你想举办婚礼 就到这里来吧 温馨浪漫 景色优美 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一年四季 这里都是举办婚礼 大型会议 或者大型活动的好地方 酒店有两家小木屋 这是小的一个 一楼是客厅 餐厅和厨房 山上的木屋 视野开阔 约上几个朋友 或者两三家人 在这里度假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哦 我就推荐他们到这来 谢谢 这是好的事情 我们都愿意分享 对啊 这是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地下室有一个桌球台 室外有SPA 站在二楼往下看 是宽大的客厅和餐厅 从度假屋出来 要去的目的地就到了 这就是断崖酒店了 据说它是魁北克省 唯一的一个断崖酒店 酒店有37个标准房间 还有各种不同需求的套房 酒店现有两个木屋 一个大型婚礼和会议活动场所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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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到酒店了 我要进去了 就在后边 我的身后 好了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是酒店的内部 我们看一下酒店 整个酒店 这是楼上 滑滑雪有点饿了 走进一楼的餐厅 这家酒店以法餐为主 我点了鸭肉三明治 这是当地散养的鸭子 吃起来味道非常鲜美 因为太好吃了 很多人都喜欢吃 这里也有孩子们喜欢的食物 这是用三文鱼做的玫瑰花 非常漂亮 很有浪漫情调 吃完饭来到二楼 往下可以看见餐厅的一角 二楼有两个大客厅 人们随时可以坐下来休息 这有一个壁炉 坐在壁炉旁边烤烤火 是不错的 看它壁炉火边非常的旺盛 这是通往客房的长廊 楼下有健身房 桌球台 乒乓球台 如果你喜欢打乒乓球 就到这来吧 这是酒店的桌球台 如果你喜欢玩桌球 到这里来 楼下还有室内游泳池 运动完以后可以洗个淋浴 然后进入桑拿房 断崖酒店有室外大平台 走下台阶 这里视野非常宽阔 天气好的时候 站在平台上可以看见蒙特利尔岛 这里是魁北克唯一一个断崖酒店 我现在在酒店的露天平台上 在给你们拍照 天气不太冷 我决定沿着酒店走一圈 走在雪地上 听见脚下嘎吱嘎吱踩雪的声音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精神倍儿爽 这是酒店的网球场和观星台 这里没有光的污染 夏天的时候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 带着孩子来看星星 培养孩子对天文学的兴趣 绕着酒店在山上走了一圈回来 看到了观星台 网球场 一圈我已经走了 气惨虚虚了 有点热了 今天温度是零下四度五度 有点出汗了 现在我带你回酒店 下山的路非常顺畅 车子没油了 路边就有加油在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下一个地方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